朱允文的皇子们在南京城破后落到了朱棣手中 他们都得到了怎样的结局 下场一个比一个凄惨 朱棣都是怎么处置建文帝儿子的 今天沐浴君带大家走进明朝 看看朱允文儿子们的下场 朱允文的结局至今都是个谜 不知道他是被大火烧死了还是趁机逃跑了 反正没有落到朱棣手中 但他的儿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虽然都是亲人 但朱棣也没有那么大度 毕竟朱允文曾经薛番想要他的命 但朱棣的做法要比唐朝的李世民收敛些 先来看看朱允文都有哪些儿子 因为朱允文在位的时间不长 所以皇子不多 他一共有五个皇子 但只活下来两个 有三个不是出生就夭折了 就是年幼时病逝了 存活下来的两个儿子呢 都是皇后马氏所生 分别是长子朱文奎 还有次子朱文归 朱棣破城时 朱文奎和朱文归的年纪都不大 朱文奎七岁 朱文归只有两岁 这么小的孩子 落到朱棣手中会发生什么呢 朱棣该不会对一个奶孩子动手吧 虽然朱棣不会杀一个奶孩子 但朱文归的存在 对朱棣来说始终是一个危险 他是建文帝的血脉 要是放任他健康长大 那朱棣的皇位就坐不闻 虽然朱棣没杀朱文归 但采取了另外的手段 朱棣登基后 下旨废除了朱文归的皇室身份 也就是说朱文归成了庶人 朱棣还将其送出了南京城 圈禁在了凤阳 朱文归小小年纪就失去了自由 朱文归和那些被朱棣斩杀的大臣相比 至少还活着 朱棣坐上皇位后 将那些终于建文帝的大臣都杀了 他能留朱文归一命 也算仁慈了 有人说 不要把朱棣想得太善良 他之所以留朱文归一命 是觉得建文帝没死 而是趁乱跑了 因为朱棣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 他生怕哪天建文帝带兵杀回来 留朱文归一命来 就是给自己留一个筹码 但这只是别人的想法 也许朱棣不杀朱文归 只是于心不忍 毕竟那是朱镖的孙子 大哥朱镖在世时 对朱棣非常的好 这份好 朱棣一直铭记于心 但是对于朱文归来说 虽然活着还不如死了 他在凤阳过的日子 那叫一个黑暗痛苦 朱棣将朱允文的儿子 朱文归圈进在凤阳 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监视了吗 朱文归的一举一动 都在朱棣的监视下 朱棣会派人定时定点 给朱文归送吃的和穿的 只保证他活着 至于学识方面 朱棣完全不给机会 也就是说 朱文归长大后就是个文盲 除此之外 朱棣还不允许任何人 和朱文归交流 他虽然年纪增长了 但什么也不懂 这和养朱有什么区别 朱文归从两岁开始被圈禁 一直被圈禁了55年 57岁才见到阳光 朱文归是被皇帝朱祁镇释放的 也就是说 朱棣、朱高赤、朱瞻基、朱祁镇 和朱祁玉在位时期 明朝更迭了五位皇帝 朱文归都一直被圈禁着 因为他的身份太敏感 没人敢轻易释放 朱祁镇第二次复位后 对朱文归的遭遇感同身受 所以下指放了他 要是放在之前 朱祁镇是绝对不会释放朱文归的 因为那时的他 没有经历俘虏生活 后来朱祁镇被瓦剌释放后 再想到被圈禁五十多年的朱文归 心中很不识滋味 便给了他自由 当时呢 群臣极力反对 朱祁镇还是下指释放了朱文归 五十多年圈禁生活结束 朱文归突然得到了自由 还有点不适应 这时的他已经老了 而且大字不识 因为五十多年里 没人和他交流 他的语言功能也很弱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了 五十七岁了 就连生活都不能自立 这样的人哪里能威胁皇位 朱祁镇知道朱文归的情况 便将他安置在凤阳 赏赐了他很多银两 用来照顾他 自此 朱文归才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但朱文归重获自由后不久 就因病去世了 好在他在被圈禁期间 娶了妻生了子 不至于死后什么也没留下 朱棣对朱文归都这么狠 那对朱颖文的长子朱文归 又是怎样的呢 说到朱文归就有的说了 他的身上带着预言 朱元璋不是很喜欢这个后代 因为朱文归出生的时候 大明乌云密布 看不到一点光亮 后来有人解释说 朱文归出生那天很不吉利 还伴随着凶兆 朱元璋也觉得 朱文归会给明朝皇室带来不幸 所以他在世时提醒孙子朱允文 一定要看管好朱文归 朱文归真的是不祥之恩吗 他对明朝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不得不说 朱元璋预测得很准 但不是朱文归自己闯了祸 而是影响到了建文帝朱允文 他听信奸臣之言论 也因为自身惧怕 对皇叔们展开削翻 而且手段非常残忍 将朱棣逼得起兵反抗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朱文归的影响 但明朝大乱了 因为朱文归是建文帝长子 所以他登基后 就将朱文归立为了太子 但他坐上太子之位后 朱棣就反叛了 也就是说 朱文归当太子期间 就是四年战乱 因为朱元璋死前 将可用的大将都杀了 到朱允文削翻时 没有可用的猛将 朱棣很轻松就打到了南京 本来朱棣只是想 先和嫂子吕氏商谈一下 吕氏也答应见朱棣 但两人还没见上面 宫中就传出 建文帝宫殿走水的消息 朱棣冲进宫查看 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宫殿被烧没了 朱棣也没有找到朱允文的尸体 据说朱允文自焚时 带上了皇后和太子 也就是说 朱文归在七岁时就已经死了 也可以说是消失了 所以朱文归的结局 和父皇朱允文的结局 是绑定的 朱允文的死因成谜 那朱文归的死因也是一样 所以朱棣没对朱文归做什么 但如果朱文归活着 朱棣对他应该会更加忌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朱文归是建文帝长子 还被封为了太子 只要他存在 朱棣的地位就永远被人记得 是篡位而得 朱棣很看重脸面 要是朱文归活着 一定会想个万无一失的法子 除掉他 也就是说朱文归的下场 会比弟弟朱文归更加凄惨 都说一朝皇帝一朝臣 皇帝变了 那之前皇帝留下的东西 金帝一样也不会放过 不是被杀 就是下场凄惨 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 朱文归后来虽然被释放了 但他的皇室身份 还是没有恢复 一直到明孝宗朱又称时期 才有大臣上书 替以恢复朱文归的身份 他的名誉到这儿 才重新拾毁 真是不容易 生在皇家是幸运的 但乱世中的皇子皇女 就不是那么幸运了 如果朱允文不强硬削翻 朱棣就不会反 他的后代 也就不会是凄惨的结局 仅有的两个儿子 一个被自己害死 一个被圈禁了一辈子 结局一个比一个凄惨 朱棣和发动玄武门之变的 李世民相比 是要好一些 但也没好到哪儿去 看了朱文归的遭遇 简直是生不如死 虽然朱棣很残忍 但站在皇帝的角度 他似乎没做错什么 要想地位稳 心就要够狠 不然四年的征战就白瞎了 人都只会为自己着想 要是过于悲天悯人 那就坐不了龙椅上 那万人敬仰的尊者